民间骗术 眼睛不仅能挑出虫子 嘴巴里也可以挑出牙虫 难道我们的身体里真的有虫子吗 揭秘民间骗术 寻牙虫骗术 关于这个民间骗术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 眼中挑虫 行骗者只要拿两只圆柱臂 在眼皮上下来回摩擦几下 竟然出现了糯米般大小的虫子 这一幕直接把美女吓了一跳 还有一些行骗者会拿出一些祖川药水 将它滴进眼睛里 稍等片刻 一条条枯似牙虫的东西 就从眼睛里挑了出来 画面也是相当震撼 第二种 嘴里熏牙虫 有很多偏远地区的村庄里 基本上每个村落都会有那么一两个老村医 他们有一个治疗牙疼的祖川秘方 就是将韭菜籽放入火中制烤 当烤出大量的浓烟后 随便用漏斗式的产管将烟气都凝聚在嘴巴里 仅仅过了几分钟 漏斗内壁上就爬满了大量的牙虫 这难道真的是从嘴里给熏出来的虫子吗 我们漫放这一处的时候 就会发现虫子 其实是骗子偷偷放进眼皮里面的 而祖川药水 其实是草药的混合胶状物 当遇到眼睛里的黏蛋白 就会形成类似于虫子般的白色物质 其实这个就类似于爆米花的制作原理 当韭菜籽遇到火焰炙烤 就会在高温下爆出草牙心 正好可以吸附在管子内壁上 而有些牙痛的患者 在挑出所谓的牙虫后 为什么就瞬间不痛了呢 烟气的喧扰也确实有一点止痛的效果 但是用这种方式止痛的效果简直微乎起微 其实大部分患者还是因为心理的作用 所以说 当你看完这个视频 如果再遇到这种江湖骗术 你会怎么做呢 再来看下一个街头骗术 据说已经有上万人被骗 注意看 这个街头骗术据说已有上万人被骗 你永远都猜不到小球在哪个位置 接下来请你睁大眼睛仔细观看 看你能从中找出破绽吗 猜球骗局 关于这个骗局一般都是出现在民间街头 只需要你猜对小球在哪个位置 就能赢得相应的奖金 但是基本上都是十赌九输 偶尔赢的那个人还有可能是拖 在骗子表演前 一般都会向大家展示一下 贝壳和自己的双手空空如也 是没有作弊的可能的 表演开始 大家仔细盯着中间这个贝壳 记住它运动的位置 那么你知道小球在哪个贝壳里面吗 左边 右边 还是中间呢 给大家三秒的考虑时间 咱们先看左边的贝壳 打开以后里面并没有小球 中间的竟然也没有 小球竟然奇迹般的出现在了右边 结局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揭秘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遍揭秘视频 相信你马上就明白了 当骗子将中间的贝壳盖在小球上面 然后将两边的贝壳移动的时候 注意看中间的贝壳有何变化 其实骗子在移动贝壳的时候 会将贝壳轻轻的抬起 悄悄的将小球藏在了手里 所以我在移动右边贝壳的时候 将小球又偷偷藏了进去 所以小球会出现在右边的贝壳里面 你猜对了吗 注意看 这个大叔因为嘴硬竟喝下100度的开水 最后竟被当众打脸 因为大叔和同事吹牛 说自己喝开水就像喝凉水一样 并且一天不喝开水就浑身难受 好巧不巧 这话正好被好心的记者听到 为了帮大叔证实他的超能力 扛着相机就来到了大叔家 而此时的大叔面对记者的采访 那是相当的自信 于是记者变好心的为大叔接了一杯开水 温度一侧竟然有77度 但是对于我们只喝100度开水的大叔来说 这只是开胃小菜 只见大叔一小口一小口满 硬是滅完了一分钟才喝 可这显然和大叔说的话完全不符 场面一度又陷入了尴尬 就在这尴尬之际 不过好在这时有一位帅哥出面解围 反手又给大叔倒了一杯90度的开水 大叔看着手里的开水愣了两秒 还是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不得不佩服 大叔的嘴是真的硬啊 看着大叔颤动了双唇 小黑也是替大叔捏了把汗啊 好家伙 面对记者的质疑 虽说大叔是一把鼻涕一把汗的 但是要说大叔全身上下哪个地方最硬 我看就一个字 嘴硬 好家伙 好家伙